同心園地即将30岁了 民国77年12月台电成立同心園地 至今已陪伴同仁走过30个年头 为了庆祝即将到来的30岁生日 同心園地预计在12月25号 举办同心30与你同心庆祝会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多年来同心園地秉持着 倾听 支持 陪伴及关怀的精神 从资商辅导到心灵成长 经历不同阶段的转型蜕变 已经成为稳定组织 不可或缺的一股柔性力量 今年12月 同心園地 即将欢度30岁的生日了 我们希望透过同心30与你同行庆祝会的活动 回顾同心園地的历史轨迹 也和同仁一同庆贺及分享这份喜悦 从事电力工作具有较高风险 也和社会大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同仁工作一旦分神 可能影响组织运作 甚至衍生公安事故 为了让员工心安 进而人安 公安 达到高绩效表现 成为同心園地创始的初衷 我们相信心灵健康是影响个人工作表现 与组织氛围的重要因素 许多表面上看起来是私领域的问题 事实上都会影响员工上班的心情 职场上大家往往各司其职 很容易忽略对于人本身的关怀 而同心園地的角色 就是希望从人的角度出发 全面照顾员工的身心灵 希望员工和组织能够共同成长 为庆祝30周年 同心園地也预计发行专刊 欢迎同源投稿分享 与同心園地之间的回忆与故事 诉说对未来的祝福与期许 12月25号 承知邀请大家参与庆祝活动 一同展望未来 期许再创下一个30年的灿烂与感动 台电公司综合报导